我刚刚去看眼科 然后我就问医生说 请问医生 我如果戴着墨镜 在看手机萤幕的话 这样会不会对眼睛损伤比较少呢 然后医生皱了皱眉头 他回我说 那你就把萤幕条按一点就好了啊 圆po时常记录生活中有趣的事 并放在社群平台上分享 这天圆po分享了 与眼科医生的斗趣对话 网友看玩笑说 医生明明可以直接撬你 但他却选择给你另一种方法 以为是生活骇客 结果只是脑科常课 计生从学教授对生鱼片表示 我们有药啊 如果你对生鱼片 还有一点点的疑虑的话 他提供一个小pepper 你在吃的时候取决再细一点就好了 反正都是蛋白质 这种话大概也只有教授 你讲得出来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那寄生从学教授的笑话 还比较有后续 那时候我在重修寄生从学 然后有一个学弟问我说 学弟我觉得我快个当掉了 现在如果感染的什么寄生虫 给老师争取一下加分 来个急吗 我说你确定啊 现在剩下两个礼拜 你要养出虫体吗 不要钻肠胃 不要需要内饰进几株 不要钻脑袋的 我帮你选完之后 大概剩下钻肌肉的 猪肉玄宝虫 你找到看山猪肉 看到有没有的鸡胃 我们家们去顾骨骨骨骨 by wondered 我们有没有的鸡胃 去买它 那里要有没有的鸡胃 我们在那里处理 不过鸡胃 我们在这里处理 我们在这里处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